这个是有关,如果我要做切割的话,有这种方式来做,这个是分割按钮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,甚至我可以做出什么,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效果,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再加一个图 然后呢,再放什么,放两排的文字,两排文字也可以做一个分割的效果,类似像这样子 那要怎么做到的呢,同时可以放一个图,然后一个标题字,特别是我用H3,所以H3做出来效果就类似这样的效果,这个是H3的标签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,class,这个class的话后面加上一个什么,一个叫detail的一个效果,不过这个效果是要自己去建立一个CS的样式 那这个CS的样式呢,它就会帮我做格式化成绿色的字,类似像这样的效果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这个效果 做出来类似像这个 看一下,应该是 这个 应该是 看一下,应该是第 class con 这是con 气泡 看一下 这个效果 这个是潮状的 好 那各位先试试看好了,先试着就类似像这样的效果,切割的效果 画面先还给,其实各位可以改一下 这边如果说你今天希望,让这边做 做两区有没有,前面一个超连结 后面一个超连结有没有 可以形成 他只要是有两个超连结,就会形成两区 特别最后,就是说 一笔资料里面,如果是两个超连结 自动会帮你切割开来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是要练习 像这个地方有没有 假如说是 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旅馆资料,跟后面数字要变两区的话,要切开 对 各位可以这样做了,就说 先选取有没有 选取 这个台北市万华区的这个旅馆资料 然后超连结呢,你就连结到 假设你用做一个假的,你就是做一个什么 一个井就可以了 一个井等于是连结到某一个地方去 OK 然后呢,后面31的话,你也可以再选取他 再加上一个井 OK 好,做完之后的话,你把它save一下 然后再预览,即时预览一下,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效果,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一个超连结 后面有一个超连结 这个他没有帮我们把它切开了 谢谢